而檢調現在約談了 近阿波羅負責人 而客氣也擔憂 若我方無法撇清責政 惹怒的中東怕會遭到恐怖報復 黎巴嫩遭到恐攻3000個BB扣 集體大爆炸 外媒點名就是來自台灣 近阿波羅公司生產的AR924 我方強調集體爆炸的BB扣 根本不是台灣製造 而是由BAC公司生產貼台灣牌 也絕對不是從台灣出口到黎巴嫩 但重點是這間製造的BAC公司 大有問題不但被發現 根本是間空殼公司 恐怕還可能是以色列 早就布下的恐怖陷阱 而台灣接洽的近阿波羅 更讓台灣陷入了空前危機 我高度懷疑 它基本上就是摩薩德設立 照理來說這家公司 應該要覺得很奇怪 因為在歐洲生產 這個東西是划不來 我不相信近阿波羅老闆 不覺得奇怪 選入國際恐攻 檢警和國安單位約談 近阿波羅負責人 傳出他早就知道BAC有問題 甚至還知道貨品 最終要進入黎巴嫩 如果屬失 台灣是不是徹底論為放送呢 你被授權出去 被人家利用出去 做殺人的工具 你當然跳河都洗不清 這還要解釋 你收了多少錢 你先講清楚 你害死台灣人 你還在那邊叫 傳出BAC在台灣內湖 設有辦事處 外界擔憂 若我方無法徹底撇清關係 將會遭到報復 甚至有人說 最近要少去人多的地方 曾組長報復以色列 可能沒有能力 報復你台灣 報復你這個金阿波羅 他能力可是充足得很 這是國際恐怖攻擊行為 我們的政府真的是糟糕透頂 這是很危險 萬一真的是台灣生產 你不怕台灣遭受到恐怖攻擊 所以接下來 在台灣用3C產品 會不會產生危險 沒有人知道 就是我們要給阿拉伯世界一個交代 否則這種東西沒完沒了 誰都沒想到有這麼一天 沒得贏台灣會意外捲入國際恐攻 解華運距離